上百颗天灯腾空飞起 但却有两颗巨型天灯 在空中相撞 起火燃烧 火星不断向下坠落 就像天降火雨 现场尖叫声四起 新北市平溪天灯节 17号开幕 吸引大批游客前往 今年有四盏巨型主灯 分别以台湾世界龙虎为造型 寓意台湾世界龙号 不过主灯才刚升空没多久 疑似因为重量及侧风 世界灯被龙灯撞上坠落 好在没有人员受伤 元宵在即 花莲则有抛炸正妹女邯郸 吸引众人的目光 今年黑虎将军观光文化祭 在花莲玉里圆环举办 不同于男生打赤膊 两名担任肉身邯丹爷的正妹 身穿杜兜小背心 置身炮火中央 表情无所畏惧 接受鞭炮的洗礼 看到就觉得很帅 而且就很像被东西弹到这种 开动整个元宵 还有过年玉 整个把那个热闹给带动起来 民俗信仰中 邯丹爷出巡 民众便投掷鞭炮为他驱寒 从中午到晚上 绕阵的游行活动 在圆环上炸虎爷 消灾其福 这四个由女性来担任邯丹爷 创造出花莲的观光新亮点 继续有刘佳王阳新北花莲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